根据2015年研究 中元节期间 新加坡的空气污染物浓度增加60% 为教育民众 新加坡民间团体 私人企业和政府机构 成立了焚烧民旨规范行动联盟 宣导祭祀时要注重环保 以前就是说会 大家稍微随地的这样拜拜 满地都是那些金子到处飞 现在好 现在好很多 真的真的 农历七月是佛教的欢喜月 吉祥月 感恩月 其不会传递正确观念 产生的是什么 制造的什么 恶氧化碳而已 其实七月每次我都是很害怕的 可是现在这样子听了 今天也觉得很安一点 今天还知道原来会污染到空气 对身体不健康 人本买金子的钱可以捡给需要的人 传统文化与时俱进 普渡也要注重环保 爱地球刻不容缓 大爱新闻张玉佳 戴小庆 新加坡报导 响应佛教的吉祥月